嗯 枪枪三人行 哎咱们这个在杨兆上飞机以前先把他截住啊 在我们这录一集啊 这个杨兆老师是这个台湾 者名的这个又是主持人作家评论家啊 所以啊 我听说啊哎 现在台湾人聊不聊大陆的事 偶尔吧 也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 比如说大陆要是出个怪啊 特别好玩的 可能台湾人也会聊 台湾那个新闻 他像有些专门的新闻台 就像咱们的资讯台一样 他整天的滚动播出的一些新闻 好像一般都会有一小个时段 就是讲一些这个大陆巡奇的 而且他们会用一些大陆的新闻的画面 跟大陆新闻的题材 那所以台湾 大家对大陆的东西也都不陌生 台湾好像我看啊 选择大陆新闻啊 基本上是猎奇 而且呢 有些时候跟他的事在一块说 你像前一阵我去台湾 他们就在说是谁啊 说是最火的一个歌 歌歌歌星是不是刘家昌的 儿子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太清楚 我怎么觉得台湾人人都在都在说他 刘谦是个传奇 因为他出了一张唱片 然后唱片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那首歌哎呀你们应该找来放一下 因为你放一下你就了解了 因为你只要一放了那首歌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那首歌听完的 所以最传奇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有一首主打歌这么难听 真的假的 真的就这样子就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新闻 然后正因为那么难听 所以每一家电台都要放 每一个电视都要找他去去唱一下 就连我我女儿12岁 听到这个歌都说 怎么会有这么难听的歌 因为那天我反而火了 飞机上面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我刚好在看报纸 然后还看到说很多什么里长办公室啊 去发送发送那个那个 发送他的CD 然后正巧不巧他也在那同一班飞机上 我一下飞机吓我一大跳 你怎么竟有幸跟这个问题人物同期 什么叫问题人物 不是问题人物 就是风头人物 你怎么没有抓住他 叫他唱一次那个念你给你听呢 你能跟我们念一下吗 我真不会念 我真不会念 但我 我是一个朋友 是做流行音乐的节目的朋友 有一天在电视上碰到我 他说那时候流行还没红 他问我说我给你听听一个歌 他就从他的耳机到 我刚才听了20秒钟 我刚才说我还你 好可怕 我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他的父亲 对 所以有一个更高的 对他有更高的期望 不是不是不是 完全不是 我反倒私下里听到的啊 是他们另一路 他们就说啊 说这么难听啊 是因为他爸爸有钱 说他爸爸就说在 能够让这首歌啊 无数次的在台湾的各个台啊 媒体就能够有这个播放 播放率 是不是反正听他们私下 他就牵涉到很多可以谈的 因为包含就说他是刘家畅的儿子 为什么刘家畅的儿子唱歌这么难听呢 或者说为什么刘家畅的儿子 就可以唱歌那么谈听 还可以出唱片呢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如果只有这种争议的话 刘先不会变成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 他有他可爱的地方 他去上节目 这个规规矩矩 温温和和 他不是一个 他就不是一个坏小孩 然后你看了和爱可亲 大家都喜欢他 所以他又让人喜欢他 哥又让人不能受不了 这两个很奇特的东西 加在一起他就变成一个明星了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因为已锁定你 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你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 他有一些怪人物 我为什么想起 我觉得台湾都总是很猎奇 那个时候说他的时候 也说大陆也有类似的 放了放了一个广告歌 哎呦 那个也是难听的 最后难听的有关部门 下令停播了 我最后两岸有很多相似 台湾没有有关 但我也可以停播流程 这不一样 那我再问问你 我们说这个郭美美说的如火如荼的 台湾人知道他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知道 郭美美卢美美这个大家都听说 都知道 但是详细的状况 可能不会那么清楚 那我跟你追踪报道了 郭美 你知道跟你们同一个美字的 这女孩郭美美进军娱乐圈了 代言网游了 什么出专辑了 而且上杂志了 然后引起网友反感 纷纷声讨该杂志 有没有道德底线 抗议让他进入娱乐圈 甚至也说他的歌 也是涉嫌抄袭什么的 他们就就开始说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个 我自己怎么怎么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去封杀 封杀他 你真正想封杀他 你就不要关注他 但是越是 越是那些所谓喊着要封杀他的人 其实是对他关注越高的一个人 我比较不理解的事情 我很惊讶的是这次会发现 他在家人杂志上面出现 这个是我比较不解的 我不知道这个杂志 怎么了这个杂志 Merry Clear 我们在台湾叫美丽家人 那在内地就叫家人 这本杂志呢 他应该如果没记错 他的出处应该是法国 对他原来是一个法国杂志 Kiss someone's ass 就是亲谁的屁股 拍谁的马屁 还是怎么怎么着 他们一直是走自己录的 有自己风格的一本时尚杂志 很多所谓的时尚杂志里面 都会有一些所谓面对面 这样的一些专访的题材 但一般如果说他要跟你做面对面的时候 他帮你拍的照片 也就是一些所谓的采访照 可能不会帮你浓妆厌抹之后拍这种大片 杀龙照 对你可能没有看过他的专访 我非常好奇的 我真的非常好 止不住 因为我看到这么多人在大家讨伐他们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好奇的 我跑去买了一本他的书 因为我一定要看他里面 快给我说说 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浪费我的钱 怎么了呢 因为就那篇报道 我不晓得家人杂志的目的在哪里 你说你要 那目的达到了 就叫你去买杂志 对啊浪费你的钱了 目的达到了 目的达到了 完全达到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杂志 那大家要流传的嘛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弄出 你觉得会口碑不好的 也不是说口碑不好 而是因为他的封面标榜了 就是说你想知道了我们都问了 你就觉得说一定会有什么 什么水落石出的感觉 但是 广美我真的发现你好天真了 是是 可是就是下标题嘛 我们干杂志干这么多年 所以我就说如果 下个标题嘛 如果这是一本娱乐杂志 这是一本八卦周刊 我太能理解了 但是它是一本 我觉得它是在神坛上的一个时尚杂志 你为什么要去躺这个浑水 我就很不理解 更不能让我理解的 那你能理解郎先平教授 为什么要采访呢 那个是上次就已经很不理解的了 就是已经把我隐形眼镜都跌破了 这次我都不知道跌破什么 然后到最后我们的编辑呢 他还有个后继 也让我非常不 我在想这个编辑应该也是一个小女孩 他完全就是很惊讶 觉得说这次的采访实在是 太令我想象不到 竟然能这么顺利 我通过他的微博 怎么样联系他的那个所谓的助理 竟然两天之后就就回了我的话 然后又就是说完全的 你知道很多人做采访可能会特别端 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 你哪个摄影师啊 什么人帮我化妆啊 拍什么样的片子 我要几个page啊 什么什么 他说我特别顺利 就没有任何的要求 不搅柔照做的 我就直接了当 我就答应你来帮你做专访 他们就觉得 哇这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 大馅饼 这个我现在觉得这个事 哎杨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整个是反映那个中国社会 现在在很多的这种价值上面的混乱 真的很难很难去理清楚 例如说回到广美刚刚为什么会有那个想法 因为在在西方的媒体西方的传统里面 从他们语言里面都会分 例如说英语里面过去真的是没有一种中性的名词叫做有名的人或名人 你要不然你说这个人很famous 要不然你说这个人很notorious 这是分开来的 notorious是什么意思 是恶名昭章的人 恶名昭章的人 所以famous是表示说你的名气是好的 好的名气 notorious是坏的 对啊 华华公子有他非常非常专业的坚持 他最坚持的就是他的interview 他要去专访的人 那个他要显现他不是因为你很有名 不是因为你很受欢迎 不是说不只是因为你会帮我卖杂志 是我要提高我杂志的地位 我即使是卖罗女我都要有我在杂志上面专业的地位 所以Plyboy的这个interview一定是famous的人 而且一定是他们尊重的人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说我是因为尊重你这个人 所以我来访问你 那每一个杂志他都每一个媒体他会有他自己的格式 因为这牵涉到他自己的地位 所以有一些人我的格式就是因为我尊敬你 这是一种格式 有一种是因为我好奇你是一种格式 有一种是我不得不报道你 因为我的读者会想知道 这三种格式在在版面上面 在你的位置跟你的这个杂志的处理上面 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Marie Gler 有他有时候也会报道那种 比如说一个名模 然后一个名模 但是我打算一下 那你的意思岂不是说他们的这个杂志会做这个道德审判吗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业上面的审判 是有的 而且他会清楚让他读者知道 包括就是说 你读者为什么要读我杂志 因为我认同你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这集体说 大家谁去封杀他或者什么 是说你会有很清楚的分工 什么样的人 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讯息 你就会因为你信任 你信任这样的一个新闻编辑 你看这个节目 你看这个电视台 你看这个杂志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承诺 没错 所以今天今天碰到的问题 真的不是说 我明白了 这是他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啊 是个人呆在个人的圈子里 你和比说像在日本是吧 仓景空空景 那么你就是A围界的对吧 但你只有到了中国大陆 你会去拍 你才可以无所不能 就是你哪天成为一个演电影的巨星也不出奇 对吗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挺能议会啊 就说大家觉得不愤 这种不愤吧 这个在这些年里啊 在中国大陆已经多次出现 就是某些人 我们那么样的不齿他 我们那么样的讨厌他 可是为什么他还越讨厌他 越骂越火 而且呢更让我们气愤的是挣着钱了 这眼瞅着就能挣着钱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但是我后来想啊 这是我们选择的社会 是有什么样的社会 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如果是古典型的社会 没有这个问题 你共同选择的这个社会 然后你就发现呢 真是说你看啊 他就是你烦他就会出现一个媒体啊 就是一面镜子 媒体说起来也是这个干什么啊 理直气壮啊 我们就是一面镜子啊 你们关心谁 谁有名 我们报道谁啊 我客观报道我采访他不行吗 可是你看这种效应就会出现 我倒是真的想讲一句话 因为我自己做新闻媒体这么多年 我认为最糟糕最糟糕就是 这个媒体价值上面的混淆 我们今天像文涛你刚刚说的 在台湾我们经常讲 我做媒体啊 观众要看什么我给什么 传媒过去在建立的时候 它的价值从来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不需要传媒 传媒不是为了这样而存在 传媒它真正的责任跟任务是说 它不是the news you want to know 而是the news you need to know 就是我做一个传媒 包括就是社会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权利 我做一个记者 不是给你想知道的 我得给你需要知道 我得帮你选择啊 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事情 我们会当时学新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先去学说 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我得有个判断 不然我说狗咬人了 我也给你报 然后有人这个换了鞋子 我也给你报 那新闻不是 这是有什么好报的 我得帮你选择说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传媒经常都自动放弃 我怎么去呈现说 我看这件事情 我说你怎么看 那我赶快就我服务你 我扫着你 你爱怎么看 我就给你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失去了一个 我们真的原来需要传媒的东西 就是帮助我们做比较理性比较正确的判断 那更糟的就是说 因为你有这个钱的价值 我觉得像中国社会也是怎样 就到后来大家说 反正他赚到钱了 感觉上就是只要赚到钱了 就划算了 就对了就好了 我们就羡慕了 我们就嫉妒了 我们就气愤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钱之外 还有别的价值 其实才是真正的关键 光美怎么说 你这一笑有点像郭美美 我发现 你怎么这样子的 你老看 你就走了他那款了 不能老看 不能老看 其实我估计说了就要被骂 但是好吧 我其实这么多人在不愤他 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说一个19岁20岁的女孩 一个号称干爹的人 捧了一辆200多万的车来砸你 你感觉上没有什么理由要不要 但是重点我觉得最应该不愤郭美美的人 应该是那广大那一群需要受帮助的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捐款 就突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从几十亿变成几亿 那你说要有多少的灾民 多少需要受帮助的人在那 对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是去年北京市的红十字会 这个咱们都说七月份 去年的月平均捐赠额是756万元 今年北京红十字会接受的这个七月份 总共15.44万元 十才15万 其中个人捐款八笔 才多少 7495块钱 就整个就这种什么慈善 他们说是减少了多少 百分之八十六 百分之八十六 太可怕了 我要是我心里想 我二红十字会的人 我每天回家 我把这郭美美踹一百脚 都不解恨 但就太惹祸 对 但是我转回头一想 你要说是理性的说 其实郭美美到底又有什么罪呢 他大有罪 他破坏了一个慈善机构 跟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信任 不是 你是他破坏的吗 是他破坏的 是绝对是他破坏的 你不是他只是在微博上说了一个 我是红十会什么理事 那么如果你犯罪了 公安局就会抓你 你诈骗 所以你是不是要说揭发呢 还是破坏 不是 文豪我要讲的是说 我不觉得他做的是犯法的事 但是法律不是我们评断一个人的 是非唯一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我们评断一个人的标准是说 你有意还是无意 你做这件事 我们也要评断说 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发 你产生了多大的破坏 就是说很可能在法律上 例如说我们法律上讲 过世杀人 过世杀人 业务过世杀人 你很可能一下子害了200个人失去性命 你不会怕很重的罪 因为你是业务过世杀人 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你的错误 你必须要替这个200个人的人命负责 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做一种社会的判断 咱要真说是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话 它到底跟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 现在也好像你清楚吗 我不清楚 它有可能有关系 也有可能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我更担心的是那些 不是只有红十字会受到牵连 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因为这件事情 在效果上面来看 我说在效果上面来看 它就是让破坏了 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上面一个慈善事业 它必然要能够发展的最基本的基础 就是你民众要能够信任 它现在破坏的不只是对于红十字会的信任 是说大家现在对全中国到底有哪些地方 我捐了钱 我是可以保证我帮助到别人 现在越来越越把握 现在在中国已经是什么呢 有人预言了 未来的慈善形势是点对点 精确打击 就是说以后这个慈善组织 人家只当成一个平台 看看你介绍的信息 然后我自己打电话 我自己把钱给我要帮助的 但是这是最无效率 也是最没有办法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说这些是郭美美一个人破坏 我不是说郭美美一个人破坏 我说郭美美让这件事情 他变成就是郭美美跟他这个整个相关的新闻 让中国人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信任 那你根本无法去估量 刚刚这个郭美所说的 这个需要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社会 我们可以没有慈善机构 然后活下去的 可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没有可以被信赖的这种机构的时候 这些人他就是得不到 你说他怎么可能 我一个一个来求救 我到哪里去求救 我每个人都赶快跟文涛讲 然后文涛在枪枪上面说 哎呀这里又有一个人需要什么 大家请来 不可能 那边如果那样久了久了 文涛也变成一个实在机构了 我们过去叫一帮衣一对红 一个人帮一个人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运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杨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打着红十字的 他打着头衔去炫富 就说这个你不能说他是年幼无知 不能 是吗 那么他怎么可能 或者说他不可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 就算他不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仍然是错的 那么好 就是说假如红十字是黑的 如果没有郭美美 大家还相信的 这样更好些吗 当然更糟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那红十字会是真的 我们还是至少现在在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情况 对 假设说原来红十字会它是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的 那现在郭美美当然破坏了红十字会的功能 他连带的把所有中国的慈善机构 他怎么样去建立民众的信心都必须 你让整个中国的慈善事业 跟社会的信任关系必须全部重新来过 或许这你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cynical的说 这也许郭美美最大的贡献 让所有这些东西重新翻来过 但这仍然该怎么说呢 这还是一个cynical的说法 但是你看从某种这个公民权利上来讲 比如说他只要不是进监狱的 他不是罪犯 他的罪行查无实据的话 那么郭美美他作为一个公民 他可以选择娱乐事业吗 是他当然可以 问题是我们的娱乐事业出了问题吗 我们的娱乐事业也觉得说 哎呀这个人反而有名了 我赶快趁这个机会 骗人家来多买两本杂志 我觉得这个该被谴责的不是郭美美 该被谴责的是 现在想尽办法要利用郭美美的名声的人 我觉得还是这样 就是说作为公民 你还是回头问说他们不能做这个事 他们可以做 但我们也可以谴责 我觉得一个社会 他后来会慢慢健康 就是每个人占不同的立场 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自己要说的话 不是说要去找一个什么样单位把这个事情封杀了 这个不能做 都不是这样 而是说一个社会他应该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觉得说我在这里我赶快捞一点好处 我们就有人可以把他指出来说 你就是在捞好处啊 你不要再这样干了 我们可以谴责他 反正我就觉得我们选择这社会掉进一个怪圈 就是说你越讨厌谁 谁越老在你眼前晃 这个还真的就是你这些媒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其实你是不是在第二天早上一翻开报警 你就能够看到你讨厌那个人出现了 其实你想着